3號強風訊號現證生效 天文台在早上6點前 考慮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台風天甲逐漸移向廣東沿岸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 天甲星期三早上最接近本港 可能在本港以南100公里範圍內掠過 對本港構成相當威脅 天文台早上6點前 考慮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預測到時香港會吹東至東南風 大部分地區會比較當風 部分低瓦地區可能嚴重水浸 提醒市民做好防風和防水浸措施 陳健敏報導 天甲8小時內兩度增強 由熱帶風暴增強至台風 入夜之後西環一帶落著毛毛雨 風勢開始增強 仍然有人在海旁跑步和釣魚 佔沙咀海旁人來人往 天甲未有影響遊客因素 上維港的景色 但是有遊客就擔心會影響之後的行程 本來打算明天去澳門 如果真的刮台風的話 就可能去不了 那會有什麼打算 酒店待一天吧 有拍照發燒友就準備記錄大風大雨的情景 希望今晚有些大浪 因為有些人每一次都有這些敢死隊在這裡 拍不到也會失望 有商店做好防風措施 在廚窗貼上膠紙 天文台說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 天甲早早最接近本港 可能在本港以南100公里範圍內掠過 在天氣方面 我們香港已經受到天甲外圍的雨大影響 我預計會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 在香港但永遠地區其實都可以比較當風 如果它近香港的時候 稍微咬北一點 它可以已經穿過香港或者香港的東面登陸 如果香港的東面登陸的話 我們風的方向會吹一些偏北的風 香港地勢的關係 很多地方可能是屏蔽了 不當風的地區就會感受不到它的威力 天文台說 由於星期三中午前正值漲潮 部分低蛙地區可能嚴重水浸 提醒市民做好防風和防水浸措施 NOW TV記者一陣見敏報道 機管局宣布 星期三全日的航班將會受到影響 國泰航空和國泰港龍已經宣布 星期三早早6點到下午5點 來往香港的大部分航班取消 而香港航空也都宣布 星期三早早7點到下午5點 所有來往香港的航班也都取消 旅客前往機場之前 應該先查詢航班最新情況 由於颱風天甲逐步迫近 多班直通車列車服務取消 星期三一共16班 往返紅磡和廣州東站的直通車 全部取消 一班由紅磡開往上海的直通車 也都會取消 而原定由佛山經廣州東往紅磡的列車 就改由廣州東開出 暗磡至少 還要發小喇 前往前提到 迅速行動 全程外表